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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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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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第二節 國立大台的時間 這一節講一些不太開心的事情 講什麼呢? 就是講學童自殺 中學呢 5月3日 就開始恢復面秀課程 5月3日就是昨天 是 昨天就有兩宗跳樓 一宗就是早上6點多 在火炭晉陽村 一個 陰公爸爸報警 就說他17歲的兒子 就在單位跳下去 當然就搶救無效 這個17歲 17歲就是中四 中五 17歲 中五嗎?OK 然後另外呢 在現場實獲遺書 內容透露 就是受學業問題困擾 感覺到不開心 然後呢 另外呢 就同一天 就是一個 十二歲的男童 就凌晨2點多 就發現在長沙環 就一個平台 就在單位跳下來 在平台那裡 就倒餓昏圍 送院之後就不治 這樣呢 現場呢 都是實惡為書 都是受到學業 和家庭問題困擾 不知道那個 不知道那個內容是什麼 就是那個所謂的困擾內容是什麼 就是 學童自殺 這個是 這個是 就是 社會好像一個循環一樣 就是 我們17、18年的時候 經常都討論學童自殺 是的 然後就 忽然間這些事情都沒有了 原因就是因為 19年 19年社會動亂 社會運動 運動了一年多兩年 然後就 國安法 然後就 拉就拉 走就走 接著就 這兩年就是 瘟疫 瘟疫大家有防疫 接著防疫 接著 然後就 這些都掩蓋了 因為它有一些具體的問題 有社會的動盪 接著就瘟疫 接著 這幾年就是 社會 政治 瘟疫 移民 這樣 離散 幾件事情 就在那裡 紛紛搖搖 現在就 開始 這些事情慢慢退 退卻了 昨天 我 昨天 我 塞車了 昨天搭車 已經塞車了 是的 地鐵很多人 很多人 接著 我昨天在中環 在街上摘的士 摘不到 昨天我不是在中環 是的 接著我又 昨天 不是昨天還是前天 我下了一圈深水埗 接著 多人爆炸 接著 晚士堂吃 開了 那些事情慢慢復甦的時候 所謂叫恢復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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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情又出來了 是的 那些事情又出來了 令到人經濟壓力 經濟不好 然後 那些自殺也有 那些因為經濟問題自殺 Kent你沒有 沒有 沒有 我見你說要省錢 是的 搬回家居住 我看你 搬回家居住 好吧 那就好 還有沒有駕駛 我今天沒有駕駛 今天沒有駕駛 今天沒有駕駛 我今天沒有駕駛 不要自己混在車上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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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也有 因為經濟壓力 各樣的問題 剛才Kent經濟壓力很大 很大 他都說現在少了學生給現金 是的 他見不到現金就很不安 就有壓力 不安就出來了 然後大家都說 錢、錢、經濟、前途 然後到學生 剛剛在復課那一天 就來了 嗯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 我們之前做過一集節目 就說那個休學那個 就是停貨 停貨的傷害有多大 是的 我是什麼節目做的 我是國立大台做的 還是大香港早晨 好像是大香港早晨做的 就是我都說不同 就是停貨這麼久 那些人 就是他會影響了一代人 影響了一代人 會影響一代人 社交啊 還有他的學習能力 各樣東西 還有延遲了他投入社會 各樣東西 他有很多東西 還有呢 這個就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呢 其實呢 其實本身面對人 就是很大壓力 人呢 人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來的 人這種生物很奇怪 人呢 是 人是 人是 人是一種社會動物 嗯 就是人呢 是不能夠 失去了社群的聯繫 嗯 但是呢 人呢 有一件事 就是譬如好像 第一 莊子恩就很了解 莊子恩是很怕人的 其實 他是很怕 就是他是很怕 一些不認識的人 是 譬如他現在很緊張 生物 他現在很緊張 譬如因為有新主持 有一個人不認識的 是 坐在一起做事 其實他很緊張 是 其實他不太緊張 OK的 他不太緊張 他本身已經是這樣 他其實不是緊張 他是不喜歡你 是啊 不是 他躲起來了 你感覺到的 他躲起來了 剛才有睡覺而已 你感覺到他 他剛才躲起來了 他躲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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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不喜歡你 不會 男生已經好一點 女生不喜歡 哪有 哈哈 你坐在一起 我很喜歡查你的 啊 啊 哇 莊子恩 立刻射回我 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你躲一下 躲到出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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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躲到出鏡 離開了 譬如好像新主持 我也說了 譬如新主持 你本身是好一點 你本身是聽眾 但你也好像很緊張 我不知道你 你現在是否緊張 現在 一點點 不過我手寒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緊張 出手寒 第一次做節目出手 是嗎 是啊 你無論用 哈哈 你這麼差 其實是很緊張的 我也說了 如果我 你叫我現在 走去一個新的地方 做著 我小時候就可以 你叫我現在 類似做節目 其實做節目也好一點 嗯 因為畢竟我對自己做節目也挺有把握 嗯 譬如你現在叫我去做什麼 嗯 不知道 譬如你現在叫我去電視台拍攝 可能我也會覺得很不舒服 是 可能我也會覺得 拍攝不是被人拍的 我習慣被人拍 但是如果要我拿機拍攝拍攝 拍攝人 要跟別人合作 譬如我最近因為要廣告公司 以及接下來要拍劇 那我又要拍攝 那我拍攝 我拍攝 我處理你們就好一點 嗯 因為我熟習你們 還有我知道你們會聽我說 除非你現在要我拍一群我不認識的人 你現在要我拍一些星的話 那我可能會覺得很難辛苦 是 其實你融入一個社群 是很 你要融入一個社群 融入一個 就是好像你現在這樣 你要融入一個新的社群 就是這群人 大家自己已經是 很有默契的 嗯 就是大家自己很有默契的 就是我們已經是有共同的語言 是的 我們已經有共同的話題 你不知道的嘛 那些共同語言 是的 就是譬如 他早兩天 彤彤坐著做大台 其實他不知道我們說不夠 嗯 他不知道我們說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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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 不是完全不知道 但是有些他會不知道 那你 那你 跟著 就是你的壓力會很大 你的壓力會很大 那人呢 就是 人呢 越大 就 就是面對人的壓力會很大 就明白了 是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人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 尤其是就是 你有了這麼一年多 你就會明白了 就是 你 你讀書的時候 你是被迫 處於 就是香港教育制度 起碼就是 你讀書 你是被迫去 放在一個社群裡面的嘛 嗯 那社群裡面是包括很多東西的嘛 那社群裡面有比較 有權力的配置 大家會比較哪個漂亮不漂亮 哪個高 哪個肥 跟著 就是 你會 你一班人 還有香港就是特地要穿校服的 是 穿校服呢 穿校服就是 其實呢 如果不穿校服 那個本身有一個比較 穿校服就是比較 誰穿得漂亮 誰穿得不漂亮 還有那個會比較 大家穿好衣服 再多一點比較 嗯 那個是一種比較 但是 大家一起穿校服 一模一樣的校服 那個是另一種比較 嗯 就是 都已經一模一樣了 是的 你的衣服一模一樣 他還是比你漂亮 是的 他有時候 還有高低之分 是啊 有些人就是穿那套校服 別人穿成這樣 你穿成這樣 是啊 你同一條 香港有些校群 香港的校群很醜 嗯 大部分很醜 我不知道你讀書的時候 有些人的校群是怎麼樣的 嗯 其實香港的校服不是 就是漂亮的校服不是很多 那麼多 那麼你 有些校群真的很噁心 是 但是有些人很噁心的校群 還是有人穿得漂亮 是 那麼你就覺得 就是 這世界是什麼事 是 但是你讀書就是逼你去面對這些事情 嗯 讀書就是要你去學習去面對這些事情 而你 人越大 人越大 其實 雖然人類是一種 雖然人類是一種社會動物 但是其實人越大 是越 越 越感受到 獨處 和那個 孤獨的 的益處 是 就是人呢 人就是 你現在 孤獨當然是一種不好的事情 就是人是因為 你需要社交 需要社群 但是孤獨有孤獨好的地方 是 是 那你人越大 你就越是 能夠 理解到 孤獨的好處 是 就是孤獨 孤獨有一種享受 他會 你不需要 舒服一點 是的 你不需要看別人的認識 你不需要去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考慮這麼多事情 是的 你最了解 哈哈 譬如莊智欣是一個例子 莊智欣是不喜歡跟別人接觸的 我想說 是啊 莊智欣又不喜歡跟別人說話 莊智欣最喜歡 就算要時報也是這樣 莊智欣最喜歡躲在廚房 看風景 看風景 是啊 他不敢跟別人說話 你今天說TD好不好 是啊 因為我們那個廚房 他那個爐頭位有個窗 很大窗 看見對面的運動場 是挺有風景的 他經常都站在那裡 哈哈 而他可以站很久 你知道嗎 哈哈 做一下熱身 我下次拍條件給你 你不在意 我不進去了 哈哈 你封了窗 哈哈 他自己一個人站在那裡 站很久 享受獨處 是啊 他享受獨處 我喜歡看街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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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些人在做什麼 哈哈 很棒 但是你明白嗎 刺蝟效應 什麼叫刺蝟效應 什麼來的 就是 刺蝟呢 有時候就會想取暖 但是他們的身又有刺 於是他們既想跟別人親近 但是親近又會受傷 那個狀態 一個心理狀態 叫刺蝟效應 哦 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人類是很複雜的 是啊 人類其實是需要社群 但是又需要動處 是啊 他是同一時間有兩種需求 嗯 那麼 而 而 但是呢 正正因為人這麼複雜 當人 年輕的時候 是要你給多一點時間 去逼他 去融入社會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那個原因 當然我們這樣講好是什麼 我們這樣講好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講那種 學校中集體主義 嗯 你會將小孩子 或者一個年輕的寧覺 將他磨走了 但是與此同時呢 你要逼一個人去習慣融入社群呢 你是只能夠趁他年輕 青春的時候而已 因為人在青春的時候 人在年輕的時候 才有那個心靈的彈性 是 你才有那個心靈的銀度去接受 一些你很難接受 其實融入社群是一件很難接受的事情 嗯 人是需要社會 需要社群 但是人要去選擇自己的社群 要有一個自己習慣的社群 嗯 還有人當然是希望別人就我 多過我就人 不一定 但是學校就是一個 你就人多過人就你的地方 嗯 你要遷就校規 你要遷就那個上課的時間 你要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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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接受很多事情 你要接受自己不漂亮 嗯 尤其是你青春期的時候 而 你要通過青春期 那個所謂的鏡像期 去接受自己的什麼樣子 是 接受自己是什麼人 接受自己就是這樣的身形 嗯 那麼你身形當然你可以鍛鍊 嗯 身形可以鍛鍊 身高沒有可以鍛鍊的嘛 你明白嗎 哈哈哈 你肥是一時的嘛 矮是一小的嘛 是 但是你沒辦法 你要接受他的 你要接受坐你旁邊的人 不知道是誰 是啊 坐你旁邊的人可能是校花 他比你 他比你 他比你漂亮 是啊 你有時候你漂亮不漂亮 肥瘦那些 我看你漂亮得多久 但是他高了一輩子 哈哈 是啊 他死的時候 他死的時候 是這麼高的 哈哈 骨髓也有個泡 骨架定了 是的 骨架定了 那你也可以增高的 很難啊 你要拼斷骨 對 拼斷骨 那些 其實這些事情是很難接受的 嗯 人類要接受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 你要接受 你要接受這個世界有人給你優秀 嗯 你要接受就是 譬如學習能力這樣 那麼他聰明過你就是聰明過你了 有辦法的 是 就是你遇過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沒有什麼意思 他就是聰明過你 嗯 他學習就是比你快 嗯 那就是不停地比較 而人大了去比較 人大了 你就可以有方法回避這些比較 哦 你可以選擇自己的行業 嗯 你選擇自己擅長的行業 就是你 譬如你 你起碼可以不做明星的嘛 是不是 你不做明星 人家不會 雖然現在人人都做明星 現在人人都要做娛樂啊 都要表演自己 都要直播啊 但是 你起碼有些事情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自己做所謂擅長的事情 嗯 其實所謂所謂擅長的事情 就是避開了你不擅長的事情 那個事情未必你很擅長 但是你不需要逼自己做一些不擅長的事情 但是學校很擅長的嘛 學校很擅長的嘛 學校會逼你做運動的嘛 是啊 就是你人人都要做運動的 這個世界擅長運動的人很少 嗯 學校也有運動會 學校也有游泳堂 是啊 游泳堂超誇張的 游泳堂是身材比拼 哦 是 大家要比拼身材 那些是有些生性的 雖然你身形有一年 身高沒有嘛 再說一次 哈哈 還有有些 不是 有些脂肪比例都不能練 其實 人各個有些不同的 其實 你身形漂亮不漂亮 人各個有些不同的 而且樣子 是生性的嘛 嗯 有些人你身形好 你練到身形好 都是不好看的 為什麼 這樣還灰 還灰 你的樣子不好看嘛 就是你要比較這些 就是 學校的時候要去比較 就是 學校的時候逼你要去比較這些 是 但是人也只有那個階段 才可以接受到這種比較 嗯 你只有那個階段 你大過了 很難接受的 是 你身材出來的樣子好 就好 不好 你就是 不好你就唯有避 你長大了就用自己的方法 去回避這些比較 不用 不去 不走向馬總 不走向某一些的群體 或者你 習慣了 去到最後還是圍爐取暖 嗯 就是你有自己的朋友圈 或者你的家圈 那個圈可能很小 可能兩三個人 嗯 但是起碼就是 他不會無緣無故說你胖 是的 因為你胖了這麼多年 嗯 他不會無緣無故說你胖 他不會忽然跟他說 哎 為什麼你 看真點才知道 原來你這麼想 是啊 每個人都說 你弟弟這麼英俊 你又這麼敦厚 是啊 我看到你的留言 是啊 是啊 就是你做主持就會 是啊 就是你做要的時報的主持就會 我們就要擺出來給你們去平頭品足 大家都見到 給你們去平頭品足 給你們去評價 嗯 但是你不是每個人都做主持的 是啊 是啊 那你就做主持 不知為什麼 你就是平頭品足 這樣 但是其他人不是 這樣 好了 我說這麼多事情 我想說什麼 我想說就是 這個就是停貨的幣端 嗯 停貨的幣端是什麼呢 停貨最大的幣端就是 你給那些年輕人 提前品嘗到孤獨的好處 哦 嗯 他忽然間有一段時間 是不用上學 不用建人 我之前就一直在說 喂 那些人當然不好 他訓練不了什麼 什麼 學習能力就低了 那些什麼 都低了 社交能力就低了 那些全部都低了 但是與此同時呢 有另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另一件事就是 你無端端有一段時間 讓他們 Zoom上課 讓他們不用上學 讓他們不用出門口 嗯 他不用打理自己的樣子 他不需要拿自己的樣子出來 讓別人看 嗯 嗯 他忽然間 就在13歲 14歲 他忽然間享受到一件 理論上你是三四十歲才會享受到的事情 嗯 那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人 是可以選擇收藏自己 而小朋友是沒得收藏自己的嘛 是啊 就算你年輕人也沒得收藏自己 如果你是一個剛剛出來打工的人 你也很難收藏自己的 嗯 因為你要賺錢嘛 嗯 我要在社會裡面尋找一個自己的崗位嘛 嗯 而你沒有權力的嘛 你也沒有power去選擇自己想過的生活的嘛 你財務不自由 你在各樣事情不自由 你有些事情 你就是 有時候你為什麼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為什麼要做某一種工作 或者做某一件事 不是人人有得自己選擇的嘛 就是長頂肯就不同了 嗯 譬如長頂肯這些人就是 他就是 譬如長頂肯是一個例子 是 長頂肯去到某個位置 他覺得 他不用讀書了 是啊 他覺得我只是 吹東西就行了 教東西就行了 只是吹東西就行了 是啊 我真的這麼想 只是吹東西就行了 就是長頂肯的人生是什麼 長頂肯的人生就是簡單的兩個字 就是吹啊 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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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吹 靠吹 他發覺他靠吹就行了 是啊 他就避開了很多事情 他避開了那些 就是 社會怎麼評價你啊 社會怎麼評級你啊 跟著之後 我怎麼是 我作為一個社會 就是社會什麼身份 什麼崗位 嗯 你是一個什麼 title 的人 嗯 你是一個 trainee 你是一個 junior 或者你是做某一種職業 他不是 他很快就說 我是老師 嗯 他很快就找到一個位置 我避開了很多事情 但是很多人找不到 嗯 很多人是要去到三四十歲 才叫做有一個身份 讓自己叫做安定下來 也因為我有了一個身份 有了某一種職業 嗯 我就開始不再需要去滿足很多社會上的一些要求 或者一些標準 嗯 但是其實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 其實是由十幾歲到可能二十幾三十歲 都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你都必須要去符合某一種的要求 然後去跟隨整個社群 一起去做整個群體的事情 那麼 直到某一天 發覺我自己有一些power 有一些say 我開始選擇 有些人可以見 有些人可以不見 但是有時候 其實 當你在拼搏的時候 你沒得選擇 嗯 你拼搏的時候 我沒得選擇 我不喜歡見這個人 我不喜歡做這件事情 我不喜歡去這裡 其實大部分時間沒得選擇 直到某一段時間 你才有得選擇 嗯 你就是有一定的社會能力 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我可以選擇我不見某些人 我可以選擇我不做某些人 我可以選擇不去某些場所 是 那麼 那麼 而那件事情 是它有好處的 它是有一個 它是一個 你可以選擇 孤獨 可以選擇 不去被人評價 不需要接受別人的評論 沒有人可以judge你 沒有人知道你在做什麼 其實你是要 有一定的社會經營 你才能做到這個位置 是 但是這個情況 結果令到某些小朋友 他們太早嘗試到這個 的果實 是 他們太早就 原來我可以不用見別人 原來不用見別人是這麼自在的 原來不用上學 不用跟別人比較 不用見到莊子欣的八婆 他之前說過 他懶得漂亮 懶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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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服我穿得漂亮 什麼事 什麼事 你香港 但下服又不適合 香港每天吃那些反式私方 吃到你這麼瘦 有沒有搞錯 然後你又看到他很生氣 終於有一段時間 我不用見他 我不用見他 我自己 自己上學 是不是 沒有人特意在我旁邊 告訴我我肥 沒有人特意站在我旁邊 告訴我我矮 Zoom 個個個都是這麼高 我也是 還有畫面整得花的樣子 是啊 每個Zoom 都是這麼高 每個都挺高 是不是 你上高一點也得到你旁邊 對 坐直一點 你坐直一點 你坐直一點也是在那個畫面裡面 是啊 對 只要是一格 只要一格 只要一格 每個都是這樣的 是啊 每個都是這樣的 那你 原來這麼舒服 這麼舒服 於是乎 令到他們忽然覺得 好像養慣了 他們真的很舒服 因為我們很多學生 開始上十大堂之後 全部都肥了兩個媽 是嗎 真的 每個都肥了 是啊 很誇張 他們自己也知道 但是 他們自己也知道 但是跟著之後 忽然間又有惡耗 就是要回學 你要回學 你要回學 你要對著 你又要坐在莊子贏旁邊 又要坐在莊子贏旁邊 又要坐在莊子贏旁邊 你又要坐在莊子贏旁邊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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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是那個壓力 是 就是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 我現在就是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一開學 就會有兩個年輕人跳樓 是 為什麼一開學 就會用兩個年輕人跳樓 原因就是 你想像一下 剛才我告訴你那個心態 就是等於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現在跟你說 我告訴你 如果有些是中學生的聽眾的話 那你就 你就 開放一點 我告訴你世界很美好的 不要緊 不要緊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因為這次新主持節目 我才發現我們真的有很多中學生聽眾 中學生聽眾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如果是 譬如大部分 主要的是成年人聽眾 嗯 主要是成年人聽眾 我現在跟你說一件事 如果你是一個成年人的聽眾 你現在可能已經在上班 是 你可能 kind of 都財務自由的 我現在告訴你 你明早7點鐘要上班 你也想跳樓 是不是 我現在忽然間告訴你 這個 我們之前不是說過 我們之前只是作過一首歌 啊 如果按制能重返中一面對多一次 是啊 我現在告訴你 忽然間 你現在 明早睡醒 你就轉生 你明早睡醒 轉生 你就會成為一個中學生 沒有 哈哈 沒有 不過OK的 我不用做五福 我學校不教 有時候做夢也會 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 有時候做夢也會 有時候回到中學 回到校 你不驚恐嗎 你現在要做中學生 你不驚恐嗎 是 還有中一 中一 記住 中一 不是中五中六 中一 你要捱他六年 中一 是的 捱他六年你不肯害怕 嗯 恐慌 你忽然間 你忽然間告訴你 你現在要去 要回去 讀多一次中學 不一定 當然你會覺得 你現在又要為口奔馳 像阿Kent 現在又要去想裝修 是啊 是啊 又要做這樣 又要做那樣 你覺得 你自己很痛苦 不痛苦 然後就經常回憶 中學的時候很無憂無慮 沒有 中學的時候很 沒有那麼多煩惱 沒有那麼多錢 就煩惱 好像很開心 那樣 你根本就忘記中學是怎樣的 其實是 很多時候都是 你根本就是中學 有人說不恐慌 有一些學生 你就是經歷多一次 你都溝不到 不是啊 你要溝到才行的 你是溝到那個班 你可能不恐慌 哈哈哈 如果你的巔峰期 是在你中學的 這樣 那就還好吧 那你的人生 現在就沒有 就是做PV 做PV 就是你中學做PV 你會像Tony 你中學做PV 已經是你人生的高峰 這樣 那他現在就吃力了 那你現在還在面對 哈哈哈 那你現在就 那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看開一點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好 但是 但是 我相信大部分人 不會的 是不是 我相信大部分人 不會的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 不會是這樣的 不會 你想想 你做多一次中學生 你由中學做多一次 由中一做多一次 然後你要面對 所有這些 又要 又要 被人 逼你 逼你 逼你上學 操場排隊 然後 你一跑 會被PV 跑會被PV捉 跑會被PV捉 我真的理解不到 哈哈哈 跑 跑 是啊 就是一個人 一跑 一跑 他就說不要跑 為什麼跑 跑很不對 你知道人生能夠跑的時間很少嗎 是啊 是啊 你很快就跑不動 哈哈 就是你不要跑 本來可以參加奧運 哈哈 你能夠 人生能夠全力奔跑而不累的時光有多高 是啊 真的 你現在跑幾跑就累了 就算我們這些跑開步的人 你叫莊子欣跑 沒有 哈哈 你叫莊子欣跑 很害怕 那種子欣跑挺痛苦的 但是以前有一個地方很奇怪 你跑 然後又是一個學庭 是啊 你不准跑 跑的人生不是很多時間 有力跑 人生不是很多時間 有這樣的力氣 跑完不累 真的 就是 Zoom Zoom 上學這段時間 忽然之間令到有一班學生 他不單止是遠離了社群的生活 嗯 他不單止是不習慣社群的生活 而是你讓他嘗試到 你讓他嘗試到獨處的甜味 嗯 你讓他嘗試到那種 人生的原來可以這麼輕鬆 是 他忽然之間發現了 難怪之前 有時候人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開心 哦 難怪之前不開心 有比較 你那個肥妹每天坐在莊子鏈旁邊 那你當然不開心 是 你每天看著他你就已經不開心 嗯 你每天看著他 只看著他就已經不開心 看著他已經不開心 他沒有對你做什麼 嗯 他還懶得很開心 我也是只坐在一旁 他又笑 是的 他懶得很開心 他又笑 他笑得這麼好看 他又笑 他笑得你這麼漂亮 睡覺就算了 你笑什麼 笑什麼 低個頭 你笑什麼 天天在那裡笑笑笑笑笑笑 你到最後 然後 然後 你原本你也不知道你不開心什麼 是 直到你可以自己在家 嗯 你直到可以自己在家 然後你才發覺就是 你才發覺 哎 原來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辛苦就是因為有他 原來就是有他 上學原來都可以很輕鬆 嗯 原來都可以 原來真的沒有什麼 原來就是 你感受到那種 那種這樣的 那種這樣的 歡語 和那種歡樂 那種平等的感覺 然後忽然間 現在發言給你聽 喂 你要上學了 要上學 又要面對那些比較 又要面對那些群體 嗯 又要面對那些群體 那些人 要面對那些人群 帶來的壓力 又要面對地獄 嗯 他人就是地獄 我要面對他人 就是面對地獄 然後 哎呀 就會有這樣的氣氛 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 就 呃 呃 大家 大家 我 是呀 我回中學可以騙同學 一塊錢 其實我 不過我也不想再讀多一次中學 是 我中學不苦 這樣 我中學不苦 但是 都 嗯 都沒有什麼必要 都沒有什麼必要 是 都沒有必要 就是 當然如果你說從頭再過一次中學生活 會不會過得好 會不會籌劃得好一些 籌備得好一些 五十會 嗯 就視乎歷史 就是重複 嗯 哦 歷史可能不重複 是 你說我回中學是回到九零年 這樣 那我對九 那我可能 都不是 因為又沒有錢買股票 哈哈 就是那個有錢買的股票 哈哈 就說 是啊 然後我又不懂得買球 是的 我又不記得那些賽事 哈哈 我又不記得那些 哈哈 我只記得那些股票會升 但是我沒有錢買 那些 所以也是 所以也是不行 所以也是不行 是啊 喂 所以就 如果有小孩 也要關心一下 要 重新投入社群 其實是有一些的壓力 嗯 所以就要關心一下他們 咦 有個課金不是很開心 老婆 作小產 我作小產 叫我多睡一點 希望沒事 有200元 希望沒事 有200元就是老婆 作小產 希望大亨就代上香保佑母子平安 是啊 希望平安 希望沒事 平安 接著有人買airtime 就是今晚應援團 不要開視像 就是Prince Tine自己買的 他自己買的 不是女兒 這樣 咦 有連結 有連結 是甚麼連結 直播室的連結 好 我們這節到這裡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稍後回來 看看Can說甚麼 Can說電影 是的 好 我們稍後休息一下 繼續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channel 收睇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 訂閱熱血時報